大家好,我是终于老马 今天我们就根据一个胆囊解食患者 治疗前后彩超报告的描述 来评价一下我们的治疗方案 有的人认为胆囊解食很难划掉排出去 但是事实胜于雄变 治疗前后彩超报告的描述 给我们的治疗疗效很好的评价 我们看这条彩超报告 王姓女子 她在最近一年来治疗了两次胆囊解食 第一次7毫米的解食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 化掉排出去了 近三个月以来都没有人认问题 在第四个月时候又去做采超 发现了胆囊解食又出现了 是一个6毫米的解食 我们把这个采超报告放大 大家可以看一看 胆囊的大小都是正常的 囊壁也是薄的 囊内建议强回生直径6毫米 半生也很可移动 这就说明了解食又出现了 但是没有什么临床症状 只是跟我诉说了不良生活习惯 是不是导致了它解食复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说是 体检的时候 血脂检查 肝油三脂 3.5 大家想想最高1.7 是吧 低密度质蛋白 4.2 血脂代谢异常 造成了胆固醇 在胆汁内的过度饱和 出现了胆固醇的吸出 从而形成了解食的复发 根据这种情况 我依然采用 输干利胆 降脂化痰 化石排石的质量方案 同时足以轻热活血 因为这个患者 舌脂暗 胎薄膩 没有其他的临床症状 睡眠除了熬夜 同时稍有多梦 饮食量挺好 吃完了也不胀 大便和小便基本正常 所以说 以 输干利胆 降脂化痰 化石排石 足以活血清热 以财乎输干胆为底方 同时加降脂化痰 你像山楂 红曲 造脚刺 同时活血的 姜黄 穿胸的量 稍微不要太大 你像阴沉 配上点枝子 来利胆 那么通过 两个月的治疗 大家看看 9月7号的彩潮 那么我把这个彩潮报告 给他放大 这段9月7号的彩潮报告 解释 就又没有了 胆囊不大 避光滑 胆质通生好 这胆囊功能没有问题 胆囊内未见 任何异常灰声 解释又化掉了 当时啊 他拿到这段彩潮报告的时候 也比较兴奋 说前后一年 两次化石排石 均告成功 就说明 他的治疗方案 是完全正确的 当他再给我视频的时候 一个呢 就给我保证 生活习惯 一定会改善 不要再像 四个月之前那种状态 同时问我 这个解释 还能不能复发 我说 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 你的解释 就有可能不复发 第二个呢 我就告诉他 一定要食堂锻炼 一定不要久坐少动 而要动起来 说胆固醇 只代谢异常 从中医学角度来说 就是谈诗 一生张仲景 有一句话 说并谈饮者 当以温药和之 体现出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谈诗温音邪 得阳则宣 得热则化 要动起来 那么再过半年 我们再看看这个患者 在良好的生活习惯加持下 胆囊解释 是否还会复发 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观看